普里镇南村社区发展协会 在县府农村再生计划的补助之下 日前举办了来去赛南村的活动 除了让来到此的游客体验坐柜之外 也介绍南村蝴蝶富裕等观光连线 希望游客以及乡亲 有时间能够来到南村体验农村的大自然美景 今天是我们南村社区 办的农村再生的产业活动 今天的主题就是来去赛南村 就是说我们南村有很多很好玩的 我们有100多年的艺名池 还有我们有1000多品的社区花园 还有我们有牧生昆虫博物馆 还有牛耳石雕和元首馆 这都是全国唯一的 没的地方你找不到的 还有我们的后车亭 是南投县唯一社区自己做的后车亭 这在今年我们得到很好的营建出来长官来加赏我们 对于南村社区能够展现地方特色 将文化融入创意 县议员廖志称也肯定南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期许南村社区能够再接再厉 将特色推广出去 我们南村社区这次用我们地方的名字 这有很优秀大家的地名 用优的造型 这也是蝴蝶的漆地 用蝴蝶的造型下去做这个跪 这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这个发展地团的文创的特色 让我们来南村的时候 还可以感受这 这就以前给我们的优秀大家的地名 所以说用蝴蝶的造型和牛的造型 来做跪 我觉得很有创意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南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期望南村社区能够将在地的特色展现出来 提升普里镇观光以及产业行销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